让我爱甜甜住的家 让我爱甜甜住的家 五分日夜重逢转下 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家 好 今天是我们家庭补给站第四个单元 那我们就知道前面总共有三次的分享 我们还是围绕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讲到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然后是有君尊的祭司 所以我们第一堂就讲到 我们每一个孩子需要有一个君尊的形象 他们的健康的自我形象 这是我们第一堂打的根基 他们有一个很棒的自我的认知 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的孩子 他们不会为着因为别人的眼光 或者因为别人的judgment 然后让他们就好像很羡慕 或者是很愧疚感 这些都不会 他们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自我形象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讲到 它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就讲到一个孩子的品格 他能够分别为圣 像有属天的品格 那很多的 我们在很多的做父母的 就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有好品格的 那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们有很多的分享 怎么样他们不只是人间的好品格 而有从神来的好品格 属天的一个品格 所以这是第二次我们讲到一个整全的品格 第三件事情就是讲到 他是属神的子民 他是属神的 他belong to God 所以跟神的关系 因为是属神的 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很好 那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上一次的分享 就有许许多多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的父母亲 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里面 他们长大以后 是在主的里面 有一天他们离开家了 我们能够帮的都很有限 可是他们如果跟上帝接上线的话 这一辈子神会带领他们 这一辈子如果他什么时候需要安慰 上帝安慰 他不知道怎么选择道路 彷徨的时候 神给他们智慧 所以很多的这种人生的问题 需要指引的时候 就这位上帝成为他们 永远的一个资源 永远的一个依靠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 要交给他们 把我们的孩子们 跟这一位神来连上线 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第四件事情 就叫做发挥影响力 就是讲到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边讲到说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也就是要 神就叫我们来宣扬他的美 或者叫美善 英文的翻译 有的叫Praises 有的叫Excellence 就是宣扬神的那个美 值得称赞的那个美 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面 我们要为主来进到这个社会里面 为主来发光 让人家看到 从神出来的人的那一个美善 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要去学习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可以是 他的自我形象很好 就前三样 他有自我形象 他也懂得跟人家相处 有很好的品格 然后他也是跟神的关系很好 但是他在这个世上要做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健康又彬彬有礼 那他要做什么 他跟神的关系很好 但是他在这个世上要做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 今天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他们是被招 要进到社会里面 去为主发光的 那这是孩子们 他们的一个 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Destiny 我们每一个人 实际上都是这样 我们必须带着神的形象 从神来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有神的好品格 我们也有我们这样子的 一个神的尊贵形象 我们就开始去影响别人 我们就开始把神的那种荣耀 荣美把它活出来 去带下影响力 在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 要谈的一个主题 就是怎么样能够发挥影响力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所谈的 就是什么叫做影响力 什么叫做影响力 我们今天在父母 做父母的时候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很希望 我们的孩子成为未来的领袖 我们常常说 Leadership Leadership好重要 如果你在外面办什么营会 或者是办什么课程 你一听到说 这个是会提升孩子 成为未来的领袖 爸爸妈妈掉去报名 因为大家都想说 我的孩子呢 千万不要被人家领导 要去领导别人 要成为一个佼佼者 就在上面的 这种领导 这样的一个阶层 可是呢 我们发现呢 真正的领袖呢 不一定是在上位的人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 是一个能够有影响力的人 他不一定是在位置上最高的 也不一定是那个最有名的 但是他却是最有影响力的那个人 那是真正的一个领袖 所以呢 我们与其说 我们要训练他的领导力 我们不如说 我们训练他的影响力 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 他能够影响别人 不知不觉 人家就认为他是一个领导了 就这么简单 很自然的 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个故事 特别讲到使徒保罗 在《使徒行传》 他们到 当使徒保罗被当成囚犯 押解到罗马的这个旅途当中 他们坐船 结果在这个船呢 行走的当中 他们遇到了海难 所以在这个海难当中 很长的时间 这些船上的人 两百多个人 大家都很惧怕 就觉得快没有命了 所以都怕得不得了 这个时候 神就向保罗 告诉保罗说 这一船的人都会得救 所以保罗 他就跟这些怕得要死的人 讲说你们都会得救 不要怕 那这就给他们 很大的一个安慰了 他是一个 保罗在船上是一个囚犯 是被人家踢来踢去那种囚犯 被压解的囚犯 可是这个时候 大家听保罗的 就安心了 然后他们因为船难 所以不知道要漂流多久 所以都不敢吃东西 尽量撑着 不吃东西 保罗就说 你们不要在这边撑了 吃吧 安心的吃吧 那大家 也就听保罗 大家就吃了 而且吃的时候 保罗还 为这个食物祝福 在两百多个人面前 就为这个食物祷告 他是个囚犯还记得 是囚犯 然后就为大家这样祷告 然后大家就安心的 就吃了 吃了以后呢 他们就靠近汉地的时候 这个水手就想 偷偷地就坐小船 就先逃上岸 就先逃命 就再说 保罗就跟那个百夫长 这个就是 管这船上的人 他就说 这些人不可以走 百夫长马上说 大家都不可以走 就兜兜一下来 才可以得救 都不可以走 为什么 因为保罗说的 保罗是什么 囚犯 所以呢 什么是一个领袖 什么是一个领导 是这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他是一个最低阶的囚犯 但是他是领袖 虽然 外表看不出来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他是领袖 这就是我讲的 一个真正的领袖 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我们今天的孩子 我们要训练他的 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他的眼光 应该是在周围的人身上 而不是自己的身上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 所要提到的 我们怎么去 我们了解了什么叫影响力 那么我们怎么让孩子有 这个影响力 这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 影响世代的一个眼光 所以他不是为自己而活 他是为着周围 他的眼目是看到周围的人 特别是周围人的需要 他是举目向周围的人观看 而不是说自己只要有一个 好像舒适的生活 有一个享乐的 享受的 很好的生活环境 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 但是不是这样 一个真正的 有影响力的人 他看到的是周围的人 他不是看到自己而已 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 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 一种生活态度 要让他们看到周围的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让他看到周围的人 特别是他们的需要 所以在圣经上面 也告诉我们说 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人生 不是一个享乐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是一个侍奉的人生 或者叫做一个服侍的人生 就像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他就是要服侍人 他就是要服侍人 他不是要被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这是人子来的目的 所以我们今天 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他们来到这个世上 也不是自我享乐 为他们的目标 而是怎么样 能够来服侍周围的人 那当他们去服侍 周围的人的时候 他就被大家会recognize 这个人是有影响力的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leader 所以这是我们不经意的一种 也在圣经上面 特别讲到仆人士的领导 或者领袖 就是这样 他是兢兢业业的帮助别人 别人把他抬举成领袖 这是圣经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们的人生 就成为一个服侍的人生 或者讲一个侍奉的人生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 跟我们在周围 特别我们在湾区 有没有这个机会 跟小朋友问他们说 你以后长大想要干嘛 我很喜欢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知道 孩子们心里在想什么 当我最近在问这些 这位孩子问题的时候 我通常会听到一个 常常出现的答案 我说小朋友 你以后长大想做什么 我常常听到一个答案说 我要到Google工作 我有时候就听了说 很好 他要做一个工程 我后来想到说 那是为什么呢 我马上就想到 第一个 因为薪水很高 非常高 钱 吸引他们的眼光 还有呢 这个公司好像 常常有新的发明 好像就很酷 就是很先进 好像就是让这个 在里面工作 就觉得自己 好像就觉得很先进的人 好像是自己 可以往脸上 就是抬举自己的那种感觉 所以 我在讲的就是说 他们的眼光是什么 是自己 他看到的眼光是 我怎么样变得有钱 我怎么样可以让 自我的这种身份 觉得很酷 或者我怎么可以 有好的享受 我可以住大房子 好 我可以过很 就是很富足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孩子 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太可怜了 太可惜了 这不是我们培养孩子的目标 我前一阵子到台湾去 有一些朋友 我们就聊天 他告诉我 那朋友告诉我们说 他说你知道 你知道现在在台湾流行一个词 最流行的一个词是什么 我说是什么 他说叫做小确幸 有听过小确幸 什么叫做小确幸 我一天都听不懂 就是小小的 但是很确实的幸福感 小确幸 这个是从日本来的 原来在日本的话 他那个意思是说 他那个就是很辛苦 劳累以后 喝一杯什么冰的什么饮料 真是幸福 那个是在努力过后 可是传到台湾 整个就完全改 那个词已经变直了 变成什么 就是面对台湾的现在 好像政治经济各方面 就是长年以来 就是很不开展 年轻人也不 就是大家都听过 22K的问题 就觉得很多的压力 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 自己独立 到最后都变啃老族 也没有办法买房子 然后对这个社会也不满 对经济也不满 就是对这个社会很无奈 那个时候 他们怎么办 就是我们就去泡个温泉吧 我们就去吃个 很美味的小吃吧 我们去喝杯奶茶吧 那个叫什么 我们小确信一下 所以我就想到说 哎呀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长大的那一辈 那个generation 那个时代 都是抛头如洒热血 把国家责任往两间挑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 跟我是差不多年代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 这是我们热血青年的榜样 这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可是怎么会是 今天变成小确幸呢 好像这样 就是 这很无奈 也不能想 也不能改变 也不想改变 所以他们觉得 生活就是自己 求一点平安 求一点快乐 得了 这就是当下的 一些年轻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我们要让孩子们了解 他们的生命的意义 是来带下影响力 来祝福他们周围 周围所接触到的人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机会到 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在美国的时候 偶尔会看到 那无家可归的人 在路上 还推一个那个 破的那个shopping car 有没有 就是在 很脏乱的 这样子的一个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是说 我就车上 我说哎呀 这个太好 来到机会 机会教育 马上就跟着后面的讲道说 小朋友们 跟孩子们讲 小朋友们 你看那边 那个 那个无家可归的人 他在拖了一个 你看 多可怜 好好念书 跟你们讲 好好念书 不然以后就跟他一样 这是我早期的时候 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 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不是在给他影响力 我们是在告诉他说 好像你要去Google上班 你要 你要好好努力 然后呢 为了只是不要像他一样 你要有好的生活 能够安居乐业 你就是要照顾自己 我们好像只是在传达这个信息 可是我今天的角度就不一样 如果看到一个流浪汉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更加一点 问他一些的问题 我们可以问孩子们说 你告诉我 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流浪汉 再问他们说 你知道这些流浪汉的需要是什么吗 再进一步问他说 你知道你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社会 或者帮助这个流浪汉 让这个流浪汉的问题 能够从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减少吗 如果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会让孩子触动一个说 我可以来帮助他们什么 我可以来想一些什么事情 来提升我们的高度 提升我们的眼光 不再是我自己不要做流浪汉 而是我怎么可以去帮助别人 不要成为流浪汉 那他的生命就非常的有意义 那这个就带出他的周围的这种影响力 他就慢慢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要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人 事实上 现在在湾区 这个流浪汉的问题 成为每一个城市的大问题 每一个市长天天都在 想尽脑脚尽脑汁 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流浪汉的问题 甚至我们Mupitas这个city 很小的一个city 也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有的人就是在车子开车 特别有些学生 他在就是没有家 他就住在 跟爸爸妈妈就住在车上的 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这个Mupitas市长就找到教会 教会你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吗 能不能帮助我们 让这些无家可归的 这些都是孩子的家长 这些家庭都是很好的家庭 但就是没有工作 住不起房子 能不能让他们停一停 过个夜这样子 所以很多很多的市长 都在想尽办法来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如果跟孩子 是不是也可以来教导他们说 你来看 你来观察 周围的人有什么样的需要 你可以怎么以后长大来帮助他们 这就提升了他们的眼光 完全的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 听到有一个新闻 就在2006年 有一个小女孩只有5岁 当年2006年她只有5岁 这个小女孩叫做Catherine Colmel 这个小女孩Catherine 她有一次看公共电视 她就在那边看公共电视台 报道非洲的问题 特别就讲到非洲的虐疾的问题 很多的小朋友因为蚊子咬 所以就染上孽疾 然后就很多人就死亡 所以每一年有80万个孩子 就是因为被蚊子咬死 死于孽疾 然后她那个上面又讲说 每30秒钟就 有一个孩子要死去 结果这个Catherine就在讲 她说哇 每30秒她在那边数 1 2 3 4 5 她数到28 2 9 30 哇一个死掉了 哇就这么快就一个死掉 她又数1 2 3 就像又一个死掉了 30又一个死掉了 她就觉得可以做些什么呢 然后她就去问妈妈 那妈妈就教导她说 我们就一起去找资料 看看这些孩子的问题是什么 后来他们才发现说 因为被蚊虫咬 孽疾 所以他们需要蚊帐 只要有蚊帐 他们就可以保命 而不被叮咬 所以这个Catherine就想说 她只有5岁 她说我可以做什么 那她就想说 我就把糖果钱 把玩具的钱省下来 我去买蚊帐捐给 这些非洲的孩子 所以她就去买了蚊帐 就存了钱 好不容易存了10块钱 她就去买了一顶蚊帐 然后就寄给一个机构 叫做Nothing but Nets 就是只要蚊帐的一个机构 就专门捐蚊帐给非洲 所以她就捐了一顶蚊帐 结果就收到这个机构的来信 一个谢卡 就是说谢谢你 捐一顶蚊帐 她就这样 然后她就想说 那只有一顶蚊帐 那只救了一家呢 还这么多这么多 怎么办呢 哎呀 如果她就想之后 就带着她的妈妈 就问她妈妈可以怎么办 她妈妈就鼓励她说 要不我们就去 这个Free Market去摆摊 所以他们就把她的救书 救完就什么 就全部拿到Free Market 去摆地摊 去筹款 然后来去 想要来买这些蚊帐 后来也没有太多钱 那筹得很有限 后来教会的牧师知道了 教会的牧师就请他们来教会 就是在Christmas的时候 请他们全家演一出戏 那这个好像这个牧师啊 就当成蚊子 演成蚊子 要来盯那个小孩子 这开始你就当成一个勇士 不准你盯 就这样挡着那个蚊子 然后最后就募款 结果也募了一些 可是都还是不够 这个时候呢 Catherine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想到说 当初我送一顶文章 我不是就拿到一个谢卡 一个奖状 这个东西蛮好的 我为什么不 发这个东西来鼓励大家呢 结果她就开始 开始想要跟人家筹款 然后就开始设计这些奖状 她全家她爸爸妈妈 她的弟弟都一起帮她做奖状 她在那边用手写 谢谢大家 那字歪歪倒倒的 小朋友们几岁而已 可是呢 大家看了就很窝心 因为小小的五六岁的孩子 就有这个心 真值得鼓励 所以大家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她有一次就发现了 足球 那英国足球的那个 Bakeham 她也为这个机构 做公益广告 所以她就想说 这个 她做广告 我也应该送她一个奖状 所以她就 画了一个奖状 特别喜 谢谢她 谢谢这个Bakeham 然后 贝克汉姆 那个足球 很有名的 结果她拿到 这个 她拿到了这个奖状 这个Bakeham 她收到这个奖状 她觉得很稀奇 很感动 她就把她放在她的 个人的网页上面 结果没想到一放上去 她的名声 一戏之间就名声大照 大家都 因为看她网页就知道 有个小女孩在筹款 所以她就 就能够鼓动这个事情 就越来越大 这个人知道的人又越来越多 许多人就开始捐钱 给这个非洲的 就是在那边的一个事工 能够来捐帐篷 然后呢 她没有停在这里 她还想说 怎么样向有钱人来募款 结果她就画了 一百多张的奖状 就查那个富比斯 富比斯那个 最有钱的富豪排行榜 一百个把它寄出去 结果那些富豪就收到了 那当中有一个是 Bill Gates 那个Bill Gates 基金会收到这个信 一看 哎呀好感动 一个几岁的小朋友 五六岁的小女孩 这么大的心愿 那我们能不帮吗 就一寄三百万美金就去了 结果就这样子 就帮助她 结果她今天这个小女孩 就被称为 非洲的文藏大使 五岁 她做了一个 影响世界的事情 最后呢 连总统也召见她 不止美国总统召见她 听说台湾总统也召见她 就是一个小小女孩 你看她做多少的事情 怎么这个key在哪里 就是她看到人家的需要 她可以做什么 所以她的人生是向外的 那我们的孩子 是不是可以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 或者是一个眼光 告诉他们说 不是为你自己活 你的生命不只是自己 而是怎么样 能够带出一个影响力 能够影响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孩子 我们自己家里也是一样 我就常常 其实也有这种想法 怎么样让我的孩子知道 他的生命 应该是用来侍奉 来服侍周围 所以我常常 跟他们一起发梦 尤其他们小的时候 还看不出他们有多大的成长 未来有多大的表现 那个时候我们都发梦 要不就是要去念长春藤 要不然就是得诺贝尔奖 我们都发过这种梦 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 我们很小的时候都做这个梦 然后有一次看到报纸 就是我们家 我常常看报纸 就是读报纸的时候 我就知道外界世界在发生什么 然后我就会跟我们的孩子讲 特别是有关一些伦理道德议题 如果打官司 进到这个司法系统里面 去打官司 一直打到最高联邦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 判下来的时候 居然是违背圣经的教导 在宣判的时候 我心就是很痛 然后我就会跟孩子讲 我就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问题 应该怎么怎么判 因为圣经怎么怎么说 应该怎么怎么判 你们长大以后 可不可以有人去念法律 我就跟我的孩子讲 去念法律 你不能当联邦大法官 也当个地区的法官 也不错 就是想办法进去 能够改变这个司法 实在是不合乎神的真理 就跟他们发梦 让他们看见这个社会的需要 当然今天他们已经长大 我知道不可能 看你们的孩子行不行 所以我们要带孩子 看到这外面的需要 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一个重点 就是要发挥影响力 让他们有这个概念 他们的人生 是用来影响周围的人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提的 好听优优独播剧场——YK